摩颜谷的实力有多强大 最后却成了萧颜囊中之物 在斗阔苍穹年番最新剧情中 萧颜带领紫颜和小一仙前往黑皇城 府中救下了被困的学院导师麦迪二人 得知堂姐萧玉和吴浩等人正遭遇围攻 萧颜大为震惊 迅速赶往救援 她一举击败了摩颜谷四长老谢震 成功解救了众人 之后在吴浩的讲述下 让萧颜对摩颜谷的实力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摩颜谷是黑角域中老牌势力 拥有众多高手和斗皇级别以上的强者 其中四位长老中的阴爪老人 实力达到了六星斗皇 其他三位长老也都具备六星斗皇以上的修为 最强的大长老方言为半部斗宗级别 而谷主帝摩老鬼更是七星斗宗强者 常年闭关在谷内 所以外界对他的了解甚少 可见摩颜谷在黑角域的实力非常强大 然而不幸的是 他们招惹了萧颜这尊大佛 因此摩颜谷的结局比黑盟还要凄惨 地摩老鬼作为摩颜谷的谷主 拥有众多门派长老 然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萧颜的出现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他们的灭亡 摩颜谷的四大长老先后被萧颜击败 随后在寒风的调缩下 地摩老鬼愤怒地出关 并带领一群强者来到迦南学院寻求报仇 然而在与萧颜的战斗中 他被萧颜的佛怒火连炸得半死不活 地摩老鬼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屈辱 决意使出最强底牌来杀死萧颜 然而由于战斗造成的动静太大 迦南学院的守护者千百二老被惊动出关 反手将原本嚣张的地摩老鬼给斩杀了 看着这一幕 摩颜谷重掌老弟子呆愣在原地 我们的威武无敌的谷主就这样没了 最强的地摩老鬼被震杀后 生下的人都不作为律 被迦南学院和萧门直接铲除 非教育老派势力摩颜谷 就这样覆灭了 之后萧颜马不停蹄地赶往摩颜谷 搜刮了摩颜谷留下的宝库 这摩颜谷在黑角域屹立不倒这么多年 可想而知它的宝库是有多富裕 萧颜在其中发现了数量庞大的法宝和斗技 还有许多珍贵的灵药 最后这些宝物通通都进入了萧门的小金库 最为幸运的是在宝库中 萧颜获得了天摇魁的炼制方法 这个收获对于她日后的冒险旅程将是一大助力 摩颜谷的覆灭却促成了萧门的崛起 他们在黑角域的声望因此迅速提升 然而地摩老鬼直到临死也不会明白 自己一辈子心情创造的巨大基业 最终却成了萧颜的囊中之物